我们先来介绍非线性分析远送华的一些基础 你要了解这些远送华 每一种远送华背后里面都有带有很多的参数 如果你要了解这些远送华 你才能够调整这些参数 非线性分析最大的挑战就在于 常常你必须要自己去调整这些参数 否则的话你得不到solution 它就是fail 那么在这一章我们要介绍一些关键的一些concept 我把它整理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一一来介绍